整个台湾北方海面这里云还是非常多 这是目前封面所在的位置 不过台湾上空已经转为一个比较晴朗的天气 各地其实都有看到阳光 在这样子的太阳照射下 其实白天的高温也是比较热的 但要留意的是因为马祖地区 它仍然是离封面比较近 所以马祖地区在今天 还是会有一些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 在各地的山区 以及中部以北 东北部以及花东地区 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 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 以及大台北东北部地区 要留意午后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提醒在这些地方 尤其是山上活动的朋友 要特别留意突如其来的午后雷阵雨 那这样子的雨势 是在入夜之后其实逐渐就会趋缓下来 不过因为环境上吹的还是西南风 所以在清晨的时候 中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点零星雨 但是这样的雨降雨量不多 那影响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暂 那整体来说今天到明天都会是维持这样的天气形态 不过在温度上可以看到 因为在上午这段时间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一个天气 所以各地的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到34度 那尤其是在内陆近山区 以及花东纵谷台东附近 可能今天还是有局部达到35 甚至少部分36度高温出现的可能性 所以提醒大家中午前后外出真的相当热 一定要补充水分盛防中暑 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 在今天凌晨拿着搜索票 前往光复南路一栋大楼去查气 结果就发现这个地方 他涉嫌是以酒吧来掩护非法的赌场 警方是将蔡信负责人 核官工作人员 还有赌客等等 一共24个人给一并带回 而在深入了解之后 警方就发现了这个赌场 其中一名出资者 居然就是网红滴妹的男朋友 IC查理 目前全案是依照刑法的赌博罪 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来进行侦办 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 今十九热凌晨 持搜索票前往光复南路一栋大楼查气 发现该处涉嫌已酒吧掩护非法赌场 并将蔡信负责人 核官三人 工作人员四人几赌客十六人带回 警方深入了解后 恶然发现该赌场其中一名出资 经营者竟是网红滴妹男友 这名扑克手查理 目前全案一刑法赌博罪 社会秩序维护法等侦办 今天早上新闻曝光之后呢 滴妹在刚刚也在她的Instagram上面 发文对于此事做出了回应了 她说呢刚刚看到新闻有出现我的名字 但是想要郑重表达 我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关联 而且她也强调了 她说自己是不支持这种非法的博弈行为的 而且自己过往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博弈经营 也就是说她在这件事情里面呢 就是已经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她是很明确的做出了一个切割 好我们知道滴妹的男友查理 出资的非法赌场被警方查获了 引起社会的关注 而滴妹跟查理交往五年多 过去曾低调放闪过几次 还曾合照放闪说为你骄傲 2024年滴妹曾在IG现实动态 贴出跟男友的合照 可以看到穿着深色上衣的滴妹 兴奋的拉下口罩 露出灿烂甜美的笑容 并附上一颗爱心 符号说今天超开心的 直夸男友是最棒的 得奖实质名归 不过如今却因为男友出资赌场 这张合照再次被挖出 感到相当讽刺 而根据了解查理原本是一位DJ 后来踏入了德州扑克圈 据传已经累积超过了千万元的奖金 还被相关网站封为亚洲敌人 根据网络资料显示 查理原本是一位DJ 19岁开始拍片介绍歌手 歌曲的故事 过往也曾跟其他网红 如这群人合作推出作品 网络也疯传 他是富二代 另外根据德州扑克 相关网站指出查理曾在2023年 就靠锦标赛获利600万台币 目前累积总奖金已经破千万 网站更称他是将国外顶尖扑克 交据内容带进亚洲的敌人 接着来看到同样是娱乐圈的话题 北市内湖区金庄路129号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发生了一辆 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碰撞事故 当时呢这个小客车驾驶 他跟前方准备要转弯 进入停车场的游览车发生了擦状 幸好现场没有人受伤 但是警方到场处理之后却发现 开着这个自小客车驾驶 居然就是知名艺人王伯杰 而且呢警方对他实施酒测 就发现他的酒测值是高达0.44毫克 是超标的 所以警方训后呢 是将他依照酒驾公共危险的 现行犯给逮捕了 那市林地检署在19号凌晨复训之后呢 是预知他5万元交保后船 那王伯杰他走出地检署的时候呢 他就在镜头前面呢 向社会大众道歉 他说酒是自己前一天晚上喝的 但是没有想到过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酒都还没有退 但他也知道这不是借口 愿意接受惩罚 真的是抱歉 真的抱歉 真的没有想到会是 这个结果 戴着帽子口罩不停鞠躬低头道歉 艺人王伯杰昨日下午开车撞到游览车 一眼竟发现他酒测值高达0.44毫克 当下真的是被吓到了 就是我因为其实我真的本人 一直很讨厌酒浆 事发在台北内湖金庄路 从车祸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昨日下午王伯杰开车 与前方准备转弯 进入停车场的游览车发生擦撞 虽然现场无人受伤 车损也没有很严重 但警方到场却闻到王伯杰身上有酒味 当场检验酒测值近高达0.44毫克 警方立刻依酒驾现刑犯违反公共危险罪 将他逮捕 而王伯杰被移送的画面也曝光 可以看到他双手上铐 被两名远警带上警车 移送逝林地检署附讯后 今日凌晨以5万元交保后船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原来前一晚的酒精 可以到隔天的下午 竟然还可以测出来这么多 所以我当下真的是非常的震惊跟惊讶 王伯杰表示他17日晚间去看球赛后 去宵夜配酒喝到昨日凌晨 大约12点多就回家了 睡得很好起床也自认精神不错 没想到过了十多个小时 到了昨日下午开车时 身体里竟还有酒精 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借口也不是理由 然后我觉得既然做错事情 就是真的外外接受惩罚 然后道歉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 真的不是鼓励的 王伯杰也说 短时间不会再喝酒了 更直呼酒驾的刑罚真的非常重 并说自己其实也很讨厌酒驾 没想到昨日却犯下不良行为